此外 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文章表示 中国核潜艇可能并不携带核弹头 只是摆设 文章说 中国虽然已经有晋级战略核潜艇和巨浪二型弹道导弹 但想把这些转化为二次核打击能力 北京至少还面临两个重大问题 一是技术问题 五角大楼两年前出台的报告称 中国的潜艇在海下潜航时无法与总部进行通信联系 需浮出水面或放出通信浮标 令其异于被发现和遭到攻击 二是更严肃的政治问题 中国陆基核武系统是弹头和导弹被分离存放 受到高度集中体系的控制 而核潜艇巡逻需同时装备核弹头和导弹 在危机时刻 关键决策权力很可能掌握在海军军官手中 美国专家据此称 中国核潜艇只是面子工程